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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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婉瑜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我的課程是 《茶 生活美学》 那在我的課程裡面 它主要就是 一個是你剛剛有講的生活 和美學和茶 其實這個也就說明了一個 生活和茶是我們的文化 和我們的生活 剛剛應該講的說美學的話 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的一種 延伸的一種美化 所以我在這裡面 其實我的課程裡面 我一直在給大家上課的時候 我很注意的是一個 我們社大跟外面的補習班 是不一樣的 這在我後面的時候會講 那下一張 我本身目前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的碩士研究生 那我本身也是茶葉感浪廠 去年 107年退休的員工 在裡面做了20年 那在茶裡面其實我大概自己 我自己大概有研究大概20年 但是茶真的很博大精神 跟我們的文化一樣 你怎麼學好像都學不完 都一直有新的東西 有新的範圍 這大概也是我們在課程裡面 可以一直給學員有一個概念 就是不要認為說你會泡了就是很會了 好 這大概是我的一些資歷 好 這裡我現在要講 那其實我是這樣覺得一個好的課程 除了有豐富的課程內容以外 要最注意的是課程的深度和厚度 那以及課程在結束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課程在結束後 學員能不能自我的去做一些轉變 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發展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讓他們具備這個能力 才是一個真正一門我們社大課程 該有的而不是外面補習班 我只是教會你 我只是教會你 你知道幾CC 一個湖幾CC 然後加多少水 加多少 溫度多少就好了 不是這樣 茶不是這樣 好 那我現在要另外講的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一件事情 我們社區大學呢 他跟外面補習班 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為什麼我會強調這一點 因為我在課程當中 我也一直會跟學生 學員 我不要講學員 因為我們是互相學習的 我們的學員呢 在一直強調的一點 我們社區大學它是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它就是 它是一個有非靈力組織的精神 然後它有那個社會運作組織的行動力 所以我們有很多志工 所以我們也會有很多活動 然後是終身學習的機制 所以學習沒有早晚 學習也沒有先後 然後學習以後要懂得去付出 學習到了以後 你要懂得去參與活動 而不是我來上上課就好 不是說像外面補習班 我出錢是老大 我來上上課就好 不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學校有什麼活動 像公共論壇什麼的 我都會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是大家應該以及必須都要去參與的 這是我在課堂當中會這樣講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在我的課程裡面我很注意的一個就是 學術跟食物的互動 為什麼? 因為學術是食物的基礎 然後食物是學術的驗證 就是必須要有學術 你要有知能的了解 你才能夠去做一些 我剛剛講的 你學課後的一些深度的 自己的一些內化的一些反應 一些作為 這才是真正我們要學習到的東西